香港電台新聞報道 早上8點現在黃絲銀報告新聞 日本九州洪本縣6.5級地震至今造成9個人死亡 超過760人受傷其中50多人傷勢嚴重 地震的時候一列並沒有載客的新幹線列車出軌 九州新幹線全線停駛 估計可能要幾天才能恢復通車 一日之計在於神 一起做運動展開新一天 運動人生 主持郭伯寧 早晨早晨來到4月15號星期五 早上8點08分的運動人生 今天星期五一起做運動 大家好 我是巴黎 今天就是星期五 每逢星期五的運動人生就會跟大家分享陳昔太極權 節目裡面繼續邀請到中華太極社的創會主席 亦都是陳昔太極權的傳人馮君尼師傅 馮師傅 早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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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亦都有中華太極社的秘書長劉淑欣教練 劉教練 你好 你好 巴黎 我們過去兩集一開始節目的時候 跟大家分享陳昔太極權的十大理論 過去兩集就跟大家分享了太極權論、太極精論 今天就分享第三個理論 就是太極氣論 大家都知道 看很多電影、電視劇集 都知道太極是講過戲的 是不是真的做到好像那些電視、電影這麼誇張 可以譬如說我一張擊出去 那些戲就會擊倒一個對手 那什麼是太極氣論呢?劉教練 其實練太極權我們就是為了練戲的 最重要是什麼?做到養戲的效果 其實是在講內氣 我們是身體健康的內氣 是的 那個戲 譬如說好像剛才這樣講 身體健康的內氣 那我們有了這個身體健康的內氣 身體有什麼幫助呢? 譬如說氣在我們的身體裡面 那怎樣會令我們身體強壯些、好些呢? 那我們內氣如果達到陰陽平衡的時候 其實我們的根脈就調和了 是的 但是劉教練去之前 在這裡發明有點不明白 什麼叫陰陽平衡呢? 陰和陽如果在戲裡面來講 其實戲就分開陰和陽兩種的 好似我們太極講的陰陽那樣 即可否用南北兩極力這樣形容呢? 陰就是如果簡單講就是我們吸氣 吸吸 吸的氣我們叫陰氣 陽就是我們敷出去的那一口氣 我們氣的運動的變化 所以就分開陰陽 如果在吸呼來講 吸就是陰,呼就是陽 要呼氣我們當然要先吸氣 我們吸氣其實是因為我們說是陰氣 其實我們經常講陰就是藏在內面的 即吸入了一些空氣 吸入了一些氣 就藏在身體的內面 內面 是的,它不斷地扶持我們的陽氣 OK? 好了,陽氣就是維護我們體外的 令到我們身體的表面鞏固 OK? 即是變成堅硬了 所以陰氣就是幫助我們內面 而這個陰氣不斷地扶持陽氣 就令到我們體外堅固了 那為什麼體外會堅固? 譬如什麼東西會堅固? 即頭髮會堅固一點? 是不是這樣的意思? 即是那個堅固的意思是什麼? 又或者讓馮師傅分享一下 怎樣堅固一點? 身體外面 為什麼說陰氣和陽氣呢? 最簡單講 我講一個例子 就像在我們中國古代到近代 咱們剛才講的陰陽 就像男人為陽 女人為陰 男人在陽,女人在陽 男人的多數是在外面工作的 在古代的時候 在我們中國的多數來說 女人結了婚以後 在家裡照顧自己的丈夫 父母、孩子 男主外、女主內 對啦 這個就說得非常好的 這個就是說 陽氣就是噴出去 就是要把對方打出去的意思 這個氣 陽氣打出去 對 所以就是說 陰就是吸進來 經過長期的斷裂 就是產生了一種能量 在需要用的時候 把它放出去 音就是我們平時練功 收了一些氣 收了一些內勁 對 然後有需要的時候 就發勁出去了 對啦 就像我剛才講的 男人在外面賺錢回來 就是說太太啊 去買東西啊 貼一些家裡需要的東西 對 如果這樣說的話 剛才好像說到 那些氣 呼出去的時候 可以堅固一些 其實可不可以就是說 因為我們平時就是 練得多功 練得多太極 那麼 隕藏了很多好的內氣 而我們一些外面的東西 就會身體強壯 對 就是能力 對啦 健碩了 大隻了 骨也都會 堅固了 那就是譬如說 對於一些長者來說 他們練得多太極 對他們的骨頭 因為很多時候老人家 就會有個毛病啊 很多時候都會有些 可能比較易趣一些啊 骨折疏鬆 是的 如果是我們的內氣好的話 只不然外氣 可不可以說用外氣啊 身體的外部那些呢 就會強壯一些好一些 好一些 就明白那個陰陽的意思了 對 你看就是剛才講到 現在的老人 就是說很多時候 退休以後 開始做運動 反而做了運動呢 然後去爬山啊 去旅遊啊 比很多後生者都厲害 是的 因為為什麼呢 他們退休大喊 有時間去做運動了 因為就是後生者呢 拼命啊 上班啊 工作啊 就是運動做得少 反而就是給父母出去 行山走路 還沒有父母 是的 對呀 所以八靈呢 怎樣都好 都會偷一些時間去做運動 怎樣都好 多忙都好 又或者多忙都好 也都會呢 可能犧牲一些時間 可能 跟少一些朋友出去玩玩啊 就是飲飲食食啊 可能減少一些 怎樣都要花起碼 半個小時的時間做運動 跑步也好 做太極也好 沙功夫也好 怎樣都好 又或者在家裡拉筋啊 等自己可以出一些汗呢 令到身體呢 身層代謝好些 多些的時候呢 那好像啊 和師傅所講 身體強壯些 那去行山的時候 都不會啊 就是落後 爹地媽咪這麼遠啊 真的 這個就是剛才我們講的 不是想浪費時間 這個時間能抽出來 才是最寶貴的時間 去解釋自己的身體和內臟 對呀 因為很多年輕人說 哎呀 做運動 浪費時間啊 不如去玩好 我現在自己健康 但是現在不保持住的話 到你老的 就一場空了 是的 現在要開始投資 在你的健康上面 這個就是我們中國人說的 烈缺不烈功 到老一場空 是的 烈功呢 就是從日久天長而積累的 不是說呢 啊我需要了 我才去做 是的 他的意思就在這裡 需要長時間的積累 自己的財富 沒錯沒錯 等於我們的節目一樣 運動人生 你的運動是人生的一部分 好了 我們明白了陰陽 好了 讓劉教練繼續解釋下去 什麼是太極氣論 所以太極氣論就是 我們一定要平衡的時候 我們根脈調和 骨髓堅固 氣血在身體裡暢順 我們的健康一定保存得很好 健康長大 如果任何一方面 譬如我們陰氣少於陽氣 或者陽氣少於陰氣的時候 其實我們身體裡都會不平衡 不平衡 那怎麼辦呢 生病 是的 有些聽眾一定會問 就是 太極氣論很容易 一定要呼吸 人們 所有的動物都要呼吸 一定人人都可以做到太極氣論 這個theory 一定個個身體健康 但是又不是的 又不是說大家日日呼吸 每個人都身體健康 又不是的 那怎樣可以跟他們解說這件事情呢 是的 我們一定 記得之前我們說過 練太極的時候 我們是要靠一些連綿不斷的動作 去幫我們運行這個內氣 所以太極經常說 我們要慢慢去做 還有我們是連綿不斷在過程裡 去運動去運氣 然後才可以養到這個氣 而我們呼吸的時候 我們說的是要深入 深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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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 달라 深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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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AM 才可以年年益受身体健康 那么冯师傅在这里有没有其他补充呢? 有,为什么说你有补充呢? 就像我们刚才讲的 讲到说每个人都在呼吸 有吸有呼的 为什么还有做运动呢? 他和做运动呢 感觉做的有些不同的吗? 就像刚才刘苏英教练讲了 太极学讲的伸长细菌云 他就是讲的你配合上动作的运动 给我们平时的呼吸有个不同 在我们平时呢 每天都吃饭的汗 为什么有的汗需要有补品呢? 去调教自己的身体 就是说拿它达到一个平衡的状态 还有最重要呢 我们记不记得之前讲过腹式呼吸 白灵正想问就是说 腹式呼吸是不是就是另外一个深层次 小小的呼吸令到太气润了 就是在我们的身内 又或者内藏更加好呢? 是的,吸深一点 去到腹部 令到气可以在全身这样运行 就不是很浅的 只是在胸部里面停留了 是的,因为我们平时的呼吸 可能比较浅一点 但是如果用腹式呼吸的话 就可以连我们身体的五臟六腑 也都可以吸收到养分 深层按摩我们的内藏 是的,因为很多时候我们 比如说我们认识去按摩院那里做按摩 让人们帮我们按摩脑 手手脚脚 但是,谁会帮你去按摩内藏 你没有理由伸手进口里 然后捏住那些五臟六腑 会困难的 就靠平时 比如说腹式呼吸 我们吸深一点 就可以令到我们五臟六腑 都可以受到一个按摩 其实按摩的意思 不是真的帮你捏 只不过是令到五臟六腑 都可以做运动 嗯,因为我们的关节 各方面都做运动 其实我们的内藏都需要做运动的 这个说得非常对的 就像我们人体的关节 咱们这都讲了 最简单的 就像露苏英教练以前讲过 像一个车放到你不踏踏 时间长了就包废掉了 就像为什么这个车呢 就是基建经常要够油呢 要加油 就是去动它呢 动它就产生了一个运动 产生了运动以后呢 就是说火了 那么车的机能都够不够 换一下油啊,踏一下 如果不是的话呢 就算是名牌子的车 你踏下它 十年你不动它的话 肯定是踏不住啦 是 零牌子都没用啊 所以等同人 人都要 内藏各方面 多做一些运动 是的,如果你是踏下它 十几十年 内藏都不做一些运动的时候 不要说内藏 其实你手手脚脚不做运动的时候 你十年肯定医生跟你说 嗯,你都应该不再做运动 继续自己呢 你的生命呢 都好啊 真的啊 我们香港人最听医生的话 是呀 到了自己不舒服啦 甚至出现了问题了 是呀 医生说你该做点运动 是啊,虽然香港呢 是一個全世界最長壽的地方 但是仍然有很多年輕人 或者一些人是不經常做運動的 都會有一些超脂 不是說超出那些錢的超脂 意思是太多脂肪 超出預計性的脂肪 超脂 都有一部分人是過肥的 可能飲食方面也沒有保持住 其實在白寧身邊 很多朋友都是這樣的 可能在飲食方面又不注意 經常煙煙走走 又不做運動 有一個朋友跟白寧說 醫生也跟我說 如果我保持這樣的生活習慣 又夜睡又煙酒 又吃垃圾食物的話 醫生也跟他說 你都不能放太久了 你身體狀況的機能都會放越下 最初這位朋友也聽醫生說 嫁煙、嫁酒 但是問題是 大家都知道煙酒會上癮 他加上癮 放棄了 死了 但是問題是 經常巴靈都在想 你死了就沒有問題 但問題是 譬如說你這麼不幸 不是說一死就馬上死了 在醫院吊著吊著吊著的時候 你又辛苦 又給了很多壓力給你的家人 你的家人要照顧你的 課工要去醫院去照顧你 等等又擔心你 他們的精神壓力也大 所以你病不只是你一個人病 是連靠你其他人 你家人的朋友 都會受到 牽連有很大的精神壓力 令到他們可能睡不好 吃不下東西 你導致他們都會有病的 所以你一個人的健康 不只是你一個人 其實是連銷大打 好像太極一樣 連銷大打 連你的身邊的朋友都會健康 你的家人 起碼都不用擔憂你 就算你的同事和你的老闆 都可能有很大的壓力 是 他還要做你那份 沒錯 所以身體健康 不只是你一個人 也都是連銷大打 其他人都會 雖然可能沒有直接的關係 但起碼他們的身心 各方面的壓力 都不會有那麼大 這個時候我們有請劉教練 帶你我們做熱身 做完熱身之後 就學習今天的太極套路 你現在聽的是香港電台數碼三十五台 運動人生 主持郭伯寧 好 今天我們為大家介紹的 就是彎腰拉筋的動作 這個動作其實對我們有什麼好處呢 就是幫我們拉鬆筋骨 以及背部的腰部 舒緩疲勞 有效的 好了 我們這個動作 現在預備開始了 雙腿站立與肩同寬 我們的雙掌交叉放在腹前 十指緊扣 現在我們反掌 雙手舉至頭的上方 而我們掌心就是朝天 雙掌向天推 我們向天一共推五次 現在我們一起做 第一次向上推 第二次向上推 第三次向上推 第四次向上推 還有第五次向上推 好了 現在我們慢慢彎腰 帶動雙手向前傾 雙掌向地下 好了 我們現在向地下方向推五次 第一次 第一次向下推 第二次向下推 第三次向下推 第四次向下推 第五次向下推 好了 現在我們慢慢捲起身體 目視前方 提一提 剛才我們的雙掌向天推的時候 我們就會感覺上下身有一個對拉力 而我們向下推的時候 亦都會感覺到有一個拉扯的動作 亦都是幫我們鬆一下我們的肩背 還有那個筋骨 好 不如我們現在重複一次剛才的動作 現在我們反掌 雙手舉至頭上方 掌心朝天 雙掌向天推 現在向天推 第一次 第二次 第三次 第四次 第五次 好了 我們慢慢彎腰 再推 伸向頭上推 大動雙臂 向前傾 大動雙臂 向前傾 大動雙臂 向前傾 我們的雙手 慢慢向地的方向 現在向地向向下推 五次 第一次 第二次 第三次 第四次 第五次 慢慢捲起身体 目视前方 刚刚做完这个动作 接下来我们做这个动作叫平腿拉筋 这个动作听名字都知道 是对大腿的筋有松弛和帮助的 还有腿窩 腿窩即是膝头后面的位置 有时会有点痠痛 还有这个动作也可以帮我们收腰收腹 我们现在坐在地上 L字形坐在这里 双腿伸直与伸90度 脚板和地又是90度 我们现在有一条毛巾 用毛巾帮助我们 两只手掌持着毛巾尾端 然后绕过脚板 然后我们的身体弯向前拉 两眼看着脚背 我们拉得多少就拉多少 慢慢去拉 那就不用一下子拉到尽 慢慢因人意义 身体放松 然后身体翻回原位坐直 我们的动作就完成了 记住我们拉的时候 力度和幅度 不需要过于太大和太大力 因人意义就可以了 现在我们一起做十次 第一次 拉着毛巾的尾端 我们现在弯腰 定住位 有没有感觉 腰背和腿 有点拉着呢 好了 我们现在放松 坐直 翻回原位 OK 现在做第二次了 好 拉着毛巾 弯腰 定位 放松 翻回原位 第三次 弯腰 定住 放松 坐直 翻回原位 第四次 第四次 拉着毛巾 定住 腰背 腿 放松 坐直 翻回原位 第五次 拉着毛巾 彎腰 定位 放松 坐直 翻回原位 第六次 拉着毛巾 彎腰 定位 放松 坐直 翻回原位 第七次 拉着毛巾 彎腰 定位 放松 坐直 翻回原位 第八次 拉着毛巾 彎腰 定位 放松 坐直 翻回原位 第九次 拉着毛巾 彎腰 定位 放松 坐直 翻回原位 第十次 拉着毛巾 彎腰 彎腰 定位 放松 坐直 翻回原位 好啦 我們現在做完十次拉 運動人生 主持 郭伯令 好 謝謝劉教練 帶領我們做完熱身 做完熱身 學習今天的太極套路 上星期五 我們學習到 第四十八式 順連鎖 今天學習第四十九式 果鞭炮 將時間交給劉淑英教練 好 第四十九式的果鞭炮 就是由兩個分動作組成的 第一個分動作就是跳轉搖劈 第二個分動作就是馬步分擊 好了 我們在開始學習第四十九式果鞭炮之前 我們重溫一下第四十八式的順連鎖 好了 順連鎖的最後一個動作就是 我們的兩腿屈樽沉跨 而我們的兩臂就是屈爭 以爭尖為力 擊向兩側後下方 發勁頂出 這個時候就是沉跨成馬步 好了 這個就是第四十八式的順連鎖 我們現在開始學習第四十九式的果鞭炮 第一個分動作 跳轉搖劈 我們的重心全部移去 左腿並伸起 我們的右腿屈膝提起 上身左轉 隨之伸我們的右臂向右 向下 向左 內旋滑弧 右拳至左跨前 拳心向右 而我們的左臂微屈 左拳落於腰側 跟著我們的左腳 蹬地 跳起 向右後 轉身 胸口 向四點半的方向 而我們的右腳 就落地 左腳提起 隨跳 轉身 而我們的右臂 就向上 繞環環一周 至身體的右 前斜 下舉 而我們的左臂 就向左 向上 向右 滑弧 下坨 至到左前 斜 上舉 眼就看著 左拳的方向 好 接著我們做第二個分動作 馬步分擊 左腳就向左前落步 兩腿屈樽 兩臂上下弧形 擾至腹前交叉 我們的右臂就在外面 跟著我們的重心 就稍移向左腿 成這個偏馬步 兩臂屈爭 短促 迅速發力 兩拳 以拳背為力點 向上 向左 右 分擊 拳 肩 同高 眼就看著 左拳的方向 我們剛剛學完這個49式果鞭炮 各位聽眾 一起重溫第49式果鞭炮 第49式果鞭炮 由兩個分動作組成 第一個分動作是跳轉搖劈 第二個分動作是馬步分擊 在開始學習第49式果鞭炮前 我們重溫一下第48式的順鞭炮 順鞭炮 順鞭炮的最後一個動作就是 我們的兩腿屈樽尋垮 而我們的兩臂就是屈爭 以爭尖為力 擊向兩側後下方 發勁頂出 這個時候就是尋跨成馬步 這個就是第48式的順鞭炮 我們現在開始學習第49式果鞭炮 第一個分動作 跳轉搖劈 我們的重心全部移去 左腿並伸起 我們的右腿屈膝提起 上身左轉 隨之身我們的右臂向右 向下 向左 內旋滑弧 右拳 至左跨前 拳心向右 而我們的左臂就眉屈 左拳落於腰側 跟著我們的左腳登地 跳起 向右後轉身 胸口向著四點半方向 而我們的右腳就落地 左腳提起 隨跳轉身 而我們的右臂就向上 妖環一周 至身體的右前斜下舉 而我們的左臂就向左 向上 向右滑弧 下屁 至到左前 斜上舉 眼看著左拳的方向 好 跟著我們做第二個分動作 馬步分擊 左腳向左前落步 兩腿屈樽 兩臂上下弧形 繞至腹前交叉 我們的右臂就在外面 跟著我們的重心 就稍移向左腿 成這個偏馬步 兩臂屈爭 短促地迅速地發力 兩拳就以拳背為力點 向上向左 右分擊 拳和肩同高 眼看著左拳的方向 好 我們剛剛學完這個 四十九色果鞭炮 好 謝謝劉淑欣教練 帶領我們做了 第四十九色果鞭炮 各位聽眾 回到第二部分的運動人生 在節目裏繼續和大家分享太極 繼續有中華太極石秘書長劉淑欣教練 劉淑欣你好 你好巴鈴 剛才在第一節的運動人生 劉淑欣就和我們分享了 第四十九色果鞭炮 這個名字 幻想到一些鞭炮在你面前 做這個動作 你認識第四十九色 做的動作的時候 是不是很像鞭炮 很快地進攻 是的 其實它有兩個分動作組成的 第一個分動作 你如果記得 我們叫做跳轉妖劈 就是跳起來 又翻轉 跟著手 輪臂劈下來 第二個分動作 就是馬步分擊 左右分開 劈出去 所以你可以想像到 這個動作 就是連番攻擊 很快地發生的 我們做這個 第四十九色果鞭炮的時候 既然是這麼快 很多時候 都未必領略得到 因為我們很多時候 做一些武術 一些套路的時候 盡量做慢 才可以領會到 意會到 精髓 那一式的精髓 在哪裏 這一式的精髓 在哪裏呢 劉教練 這一招的精髓 就是 果鞭炮 連番攻擊 令對方 沒有中間可以入手 然後我們擊倒對方 那就包括我們 跳 轉 然後劈下去 還有 左右 馬步分擊 是的 好 我們講第一個分動作 跳轉 要劈 我們這個動作 是不是要跳起 然後 好像一個劈掌 劈下去 是的 沒錯 我們要跳起 然後利用我們的腳 帶動我們的上身 翻轉 左右輪劈 然後手 下來 劈下去 然後 下步驟 我們就一個馬步 然後左右再分擊 這個就是第二個分動作 馬步分擊 嗯嗯 當我們做這個 跳轉 妖劈的時候 很多時候 未必會跳得那麽高的 其實 大致上 譬如說 最基本的 可以跳得多高呢 其實又不需要很高的 最緊要就是 落地要穩 嗯 譬如你來地 可能是 五個cm 都可以的 嗯 就是剛剛開始 學習的時候 就不需要特別跳得太高 學好那個方法 那個姿勢 做得正不正確 到那麽上下的時候 就可以跳高少少 但是問題就是 怎麽樣可以練得好 那個彈跳力呢 在太極的角度來講 哦 基本功了 又是 腿力 平時我們可能做一些 踢腿啊 一些屈樽 屈樽 那些這樣東西 鬆筋鬆得多 會不會有助 跳過高度的呢 哦 當然會 因為你的筋鬆了的時候 起碼你跳的時候 筋會扯住你先 扯回你轉頭 是吧 所以一定有它的幫助 OK 做這兩個分動作 跳轉腰匹 和馬步分擊的時候 有什麽地方 我們要注意的呢 嗯 跳轉腰匹的時候 那我們 跳起轉身 那我們 下腳的時候 最緊要要穩 那就是 最初開始的時候 不需要說 特別去做得很高 那麽跳起 那當你熟練了的時候 就可以試下 嘗試 高一點點 是啦 另外有個原因 就是不要跳得那麽高 就是剛剛初學的時候 其實會不會就是說 踢落地那時候 不玩很容易呢 咬柴扭腿的腳呢 都有機會的 那就是要基本功 所有東西配合才行 OK 那麽比如說 去到好像你們那樣 好像馮師傅 和劉教練 你練了那麽多年 其實會不會都有個機會呢 一跳起的時候 落地 都有機會 都會 可能不是那個落地那麽穩的呢 其實 集中精神 醉精會神 那麽去做呢 就應該很穩陣的 還有事前要做多些 熱身 沒錯 好 第二個的分動作 馬步分擊 那麽有什麽地方 我們要留意 馬步分擊的時候 然後呢 當我們分泌法力的時候 記緊我們是要沉堅 又要聚爭 還有呢 氣要下沉的 那麽就不要 一發力的時候 整個人彈起那麽 反之呢 就應該是左右那麽去發勁 就不要站起來那麽發勁 OK 好 明白了 那麽這個時候呢 我們聽聽健康小貼士 聽完回來呢 重溫多一次第四十九色 和便炮駕 運動人生 主持郭伯寧 上個星期五呢 我們學習到第四十八色順聯渣 今天呢 學習第四十九色果邊炮 將個時間交給劉淑欣教練 好 第四十九色果邊炮呢 就是由兩個分動作組成的 第一個分動作呢 就是跳轉搖劈 第二個分動作呢 就是馬步分擊 好了 我們在開始學習 第四十九色果邊炮之前呢 我們重溫一下 第四十八色的順聯渣 好了 順聯渣的最後一個動作呢 就是我們的兩腿屈樽沉夸 而我們的兩臂呢 就是屈爭 以爭尖為力呢 就擊向兩側後下方 發動頂出的 這個時候呢 就是沉夸成這個馬步的 好了 這個呢 就是第四十八色的順聯渣了 那我們現在開始學習 第四十九色的果邊炮 第一個分動作 跳轉搖劈 我們的重心全部移去 左腿並伸起 我們的右腿屈膝提起 上身左轉 隨之伸我們的右臂向右 向下向左內旋滑 右拳呢 至左跨前 拳心向右 而我們的左臂呢 就眉屈 左拳落於腰側 跟著呢 我們的左腳 蹬地 跳起 向右後 轉身 胸口向著四點半的方向 而我們的右腳呢 就落地 左腳提起 隨跳 轉身 而我們的右臂呢 就向上 繞環一周 至身體右前斜 下舉 而我們的左臂呢 就向左 向上 向右 滑弧 下劈 至到左前 斜上舉 眼睛呢 就向左拳的方向 好 跟著呢 我們做第二個分動作 馬步分擊 左腳呢 就向左前 落步 兩腿 屈樽 兩臂 上下 弧形 擾至腹前 交叉 我們的右臂呢 就在外面的 跟著呢 我們的重心呢 就稍移 向左腿 成這個偏馬步 兩臂呢 屈爭 短促的 迅速的發力 兩拳呢 就以拳背為力點 向上 向左 右 分擊 拳 和肩 和高 眼呢 就看著左拳的方向 好了 我們剛剛呢 就學完這個 四十九色果鞭炮 好 各位聽眾 我們一起重溫 第四十九色果鞭炮 好 好 第四十九色果鞭炮呢 就是由兩個分動作組成的 第一個分動作呢 就是跳轉 搖劈 第二個分動作呢 就是馬步 分擊 好了 我們在開始學習 第四十九色果鞭炮之前呢 我們重溫一下 第四十八色的 順聯爭 好了 順聯爭的最後一個動作呢 就是 我們的兩腿 在屈敦 尋跨 而我們的兩臂呢 就是 屈爭 以爭 尖 尖為力呢 就擊向兩側 後下方 發勁頂出的 這個時候呢 就是尋跨 成這個馬步的 好了 這個呢 就是第四十八色的順聯爭 了 那我們現在呢 開始學習第四十九色的果鞭炮 第一個分動作 跳轉 搖劈 我們的重心 全部移去 左腿 並伸起 我們的右腿 屈膝提起 上身 左轉 隨之伸 我們的右臂 向右 向下 向左 內旋 滑 右拳呢 至左掛前 拳心向右 而我們的左臂呢 就眉屈 左拳 落於 腰側 跟著呢 我們的左腳 蹬地 跳起 向右後 轉身 胸口 向著四點半 方向 而我們的右腳 就落地 左腳 提起 隨跳 轉身 而我們的右臂呢 就向上 妖環一周 至身體的右前斜 下舉 而我們的左臂呢 就向左 向上 向右 滑 下屁 至到左前 斜 上舉 眼呢 就看著 左拳的方向 好 跟著呢 我們做第二個分動作 馬步分擊 左腳呢 就向左前 落步 兩腿 屈樽 兩臂 上下 弧形 繞至腹前 交叉 我們的右臂呢 就在外面的 跟著呢 我們的重心呢 就稍移 向左腿 成這個 偏馬步 兩臂呢 屈爭 短促 迅速的 發力 兩拳呢 就以拳背為力點 向上 向左 左 右 分擊 拳 肩 肩 同高 眼呢 就看著 左拳的方向 好了 我們剛剛呢 就學完這個 四十九色 果鞭炮 好 謝謝劉淑英教練 我們重溫了 看一看個鐘呢 今天的時間呢 就差不多了 我們留待下個星期五 香港電台數碼三十五台 早上八點到九點的 運動人生呢 會繼續和大家呢 分享太極的 好了 今天的時間差不多 我們星期一運動人生再見 拜拜